大家好,这里是千锋教育云计算学院,我是西瓜田老师 好,上节课呢,我们是把什么,我们的技术信息给封装一下,写了一个函数是吧 那这次呢,我们在CPU把它封装一下,可以吧,封装一下 CPU呢,我们把这些没用的都给它干掉,这个东西也没用了 那同样我们什么,也要什么,导入一个,导入一个模块,对不对 导入一个模块啊,导入什么呢 嗯,tooth,对吧,也是tooth from,应该是from的,from,tooth,然后呢,import,exec,cmd,对吧 那此时呢,我们就可以干什么,就来在这儿把它同样给它替换了啊 同样给它替换了,之后呢,我们来再找替换成什么,哎,这个智能的啊 我们直接捡全部计划就OK了,太棒了啊 好,那现在再来看,还有哪些可以地方可以优化的啊 呃,我们的,此时这个变量比较长啊,是吧 长的话,我们直接写到这儿,其实不合适的 就保持这样,这样原样就行,好吧 我们把这些呢,没用的注射干掉,这是命令列表,好吧 习惠信息命令 这是share命令,OK吧 命令 好,那这是什么,拿结果,对吧 拿结果,这里是不是直接处理结果啊 哎,这是处理结果,OK吧 这是处理结果 最后呢,我们是,没几行了 这样一换,其实感觉很简洁的 最后呢,我们,我们是不是返回这个字典啊 好,那返回这个字典,其实我们这里呢 也可以写一个什么,函数 然后也可以写一个函数,好吧 那这里呢,我们就提不见一下啊 提不见一下 好,提不见一之后呢 我们来敲空格,然后DF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这里其实就一个函数就给搞定了 是吧,我们直接定义一个什么,主函数就行了 直接定义一个主函数就行了 那最后呢,我们是把这个字典返回啊 字典返回啊,我们不用定义变量 直接什么,return 直接return返回,空格就行了 那这里呢,我们把它干掉 就可以了,OK吧 好,那这里呢,我们不用执行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什么时候执行呢 我们一会再弄一个文件 专门去导入这个函数 让它,让它返回 一起返回就行了,好吧 好,这个内存呢,再来看内存 好,内存怎么弄 内存呢,这些呢,我们也不要了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这些都不要 好,这些都不要 还是from,是吧 tooth 好,import import x xec cmd 对吧 那这个影射字典是会要的 这个影射字典就放到这就行 好吧 那下面我们就来说 那还有一个替换呢 是吧 我们执行命令的替换呢 哦,这里没有执行命令,对吧 哎,这些没有执行命令呢 我们只是打开了什么 打开了一个文件,对不对 哎,打开了一个文件 那我们现在这样,可以做这样一件事啊 这不是有命令吗 df,我们写一个,写一个函数 就是什么 呃 get什么mm ok吧 好,冒号 getmm,这里呢 有两种情况,对吧 这个拿到之后呢,是不是有返回一个数据啊 这是不是返回一个数据啊 不管他俩怎么弄吧 可能都会返回一个数据啊 那这个数据呢,我们就是 getmm就行了,好吧 getmm 然后此时呢,我们干什么呢 这里是不是多了一个空格啊 就是多了一个空格啊 好,那此时我们其实呢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呃,可以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呢 那通过一个什么 通过一个参数,一个变量 让它什么 如果你 其实我们如果执行文件的话 是不是算是debug这种方式啊 对吧 是不是算是调试这种方式啊 那如果你要不调试了 就直接去我们的服务器上执行 执行这个命令了 那是不是又是一种情况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什么 定一个变量 那如果这个变量可以叫做 debug 然后呢 如果是为真 那就干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拿这个东西 文件进行处理啊 为真 我们就是处理这个文件啊 处理这个文件 好 那我们在这里 好吧 这里呢 来 撕下 那 否则呢 else 对吧 然后呢 这是个命令 对吧 好 那命令呢 我们就要执行它 对吧 那你执行的时候用什么 好吧 我们用axcmd 对不对 好 执行这个命令 command 其实这里呢 我们就不用定义这个变量了 这个因为这个命令呢 比较短 对吧 比较短 我们就没有必要定义它 那不要定义它 好 那没必要定义之后呢 最终返回来什么 也是什么 MMSTR 好吧 这个信息 也是返回来这个 返回来这个 这个最后呢 我们这个函数最终 是不是要返回一个什么 返回一个这个 MEM MTR M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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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 对吧 那不管怎么样都会有它 那这个debug怎么去定义呢 我们可以在这儿写啊 dbot 默认就是什么 forced 或者none 就是假的 可以吧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我们调函数上 不同的东西呢 可以进行处理的 OK吧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好 那这里呢 这里就是处理数据了 这里就是处理数据 对不对 处理数据最后返回数据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就来定义个什么 处理数据 pass pass 直接呢 处理数据 其实处理数据 是不是应该传一个data data 传一个数据 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缩进了啊 缩进 缩进之后呢 你这个 这个其实就没有了 应该是 你传进去的数据干什么 应该处理传进去的数据 呃 之后呢 还有 我们这个列表 我们这个列表啊 呃 其实写这儿 写这儿不合适了 写这儿干什么 写这儿也行啊 最终呢 你返回一个列表 无所谓了啊 好 那你执行这个函数之后啊 呃 这个 执行这个函数之后呢 最终呢 我们是不是要给它返回啊 在哪返回啊 应该在函数里边 最外层呢 最外层的什么 这缩循环里边 对吧 最外层的缩循环里边啊 给它返回 这所有的都执行完了 我们Return一下 Return一下 然后呢这个 类似Li OK吧 OK那最后呢 我们在这儿 df 也定一个什么 慢函数 OK吧 m a m a m 主要的函数 好吧 最后呢我们在这儿 这是不是要 要干什么 要处理 要执行这个函数啊 哎 执行这个函数啊 好 那你执行的时候 执行的时候 在这儿执行 执行之后呢 返回什么啊 返回Data数据是吧 Data 定一个 之后呢 Data数据 我们是不是传入这个函数进行干什么 啊 传入这个函数呢 进行处理 OK吧 处理之后呢 是吧 他不是返回一个列表啊 直接Return是不是就行了 哎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整个代码啊 结构的就比较清晰了 你看 比刚才好看多了 也规范多了 看到 这个就定义什么 一个全局的变量放在这儿就行了 好吧 好那此时呢 我们就是一个什么 这个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 debug 对吧 我们没有给它传值 这对还没执行呢 执行 没有执行呢 那此时有时候呢 我们现在代码是不是改动量比较大呀 我们可以干什么 测试一下 一般测试的时候 我们会这样测试 如果 这有一个内置的变量 man 干什么 等于什么 man 刚刚内部等于man 说明这个时候呢 我们干什么 我们是在 执行这个文件 我一会告诉你为什么啊 为什么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直接 一般情况下都会这样写 man man 好 man ok ok 那此时 其实呢 我们 在这儿 执行的时候呢 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 那 它会返回这个列表吧 对吧 返回这个列表啊 返回这个列表之后啊 我们现在 要直接答应它的返回值 就想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现在点击一下 好像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啊 我们是拿到了这个执行结果的啊 我来看一下啊 啊 这个东西还不少啊 还不少啊 还挺多的 我去这么多啊 来看一下 好 我们看看啊 为什么这样这么多呢 应该 我们没有执行我们什么 这是什么默认是假的 就是debug为假 假的时候是不是不打开这个文件了 对吧 不打开文件是不是就执行这个命令了 那你执行这个命令 来看一下 这是不是有应该有很多啊 之前我们说了一百什么 二十多个是吧 一百二十多个 我来看一下 是不是一百二十多个 那怎么看啊 我们愣一下是不是就行了 啊 好像一百二十八个吧 当时说的 这是我们执行的命令啊 好 走一个 就是一百二十八个 是吧 那当你 你想什么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 传个参数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传一个参数 传一个参数呢 这是不是在这用啊 在这用 在这用呢 debug 对吧 好 此时在这用呢 我们可以干什么 给man里边去传一个函数了 啊 给man里边传一个函数了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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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此时我们第二函数 第二这个函数 是不是就要传 全这个 第一 第一 等上一个什么 如果等上一个处呢 对吧 他就是干什么 他就打开我们的文件了啊 好 这就变成五个数据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打开文件这个 好 那此时呢 我们就可以了 好 这个呢 就先放到这儿 先放到这儿 ok 那么现在来看 我们的 内存 CPU 和什么 基础信息 都弄完了 并且还多了一个工具 对吧 这个都又画完了 那此时再来说说 怎么给它 连到一块啊 怎么给它连到一块 那这连到一块 其实非常简单啊 就是这些呢 这些脚本都可以作为模块 因为刚才tooth的时候可以作为模块啊 那这些呢 一样可以作为模块 那现在我们 在这里呢 就定义一个什么 一个主模块 也叫MARN ok吧 点py 好此时呢 从这个模块导入 分别导入他们 比如说我们导入什么 from 干什么 from serverinfo ok吧 然后其实这个 这个模块是不是应该改个名字啊 整体是不是severinfo 他应该叫什么 叫baseinfo 是吧 base 这个方案 这个形象一下 那这里呢 我们就要干什么 就要改改名字啊 改改名字 就是什么 baseinfo 好 那我们拿这个 这个叫什么 man 对吧 从这 baseinfo应该导入什么 对吧 是不是导入这个 pot man 对吧 导man 对吧 好导man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 那你都导man 这里边是不是都有man 那你多多次导入 就会干什么 最后一个 才生效 其他都会被覆盖了 所以呢 这个不合适 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组织这个代码呢 有一个更好的方案 好看吧 有个更好的方案 什么方案呢 就是什么 反射 啊 什么叫反射啊 就是面向对象的一个什么 面向对象的一个知识啊 我们可以把这些呢 模块都定义成插件啊 如果插件 如果在这插件配种文件的插件里呢 有他都干什么 我们就干什么 我们就执行他 没有插件呢 我们就不执行他 啊 这是这样一个一个概念 OK吗 这样一个概念啊 好 那此时呢我们就来说说 下节课你就来说说这个 这个什么 呃 这个就是说 呃面向对象里边这个什么 呃 怎么去利用插件化去把这个呢 程序给它编辑一个一块 那就会利用到面向对象的一个 呃 一个那个叫什么 就是可以使用 使用 模块化变成的 使用什么呢 使用我们的字符串进行导入模块 啊 字符串进行模块 那行 好了 那这次呢就先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